一个孩子从小看纪录片会怎样呢 今天我要推荐给大家20部 堪称宝藏级别的纪录片 通过生动的影像 把人文 历史 地理 自然 艺术等学科知识囊括在内 让孩子的知识储备得到全面提升 纪录片最大的意义在于 它能够将我们的眼睛和脚步 引向我们无法企及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在亲子时光中陪伴孩子成长 大家别忘了收藏哦 自然科普类的一定要看地球脉动 通过镜头放大生命 见证地球各个角落 动物植物平凡精彩的瞬间 蓝色星球让我们看到大海之下的生命 知识性和观赏性的绝佳统一 喜欢宇宙探索的孩子要看宇宙时空之旅 和旅行到宇宙边缘 让我们在广阔无垠的时空中 探索宇宙的壮丽和浩渺 以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宇宙 展现中华之美 一定要看航拍中国 美丽中国说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 俯瞰朝夕相处的大地 简直就是高空中的奇观 动物世界类要看 如果我是一只动物 看看野生动物妈妈和宝宝的故事 体会他们的家庭幸福感 七个世界一个星球 讲述地壳破碎后的七个大陆 孕育的野生生物 想要培养孩子细致的观察力 就去看微观世界 用显微摄影 展示放大无数倍的昆虫世界 感受渺小却又神奇的力量 想要孩子感知植物的神奇 要看植物王国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拥有微观的3D技术 展示给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 让孩子感受植物生长的力量 看到中国植物对世界的影响 人文历史类要看 何锡走廊 让我们看看这个中国西部的重要通道 从汉代开始到今天 对中国历史文明进程的影响 故宫一摆 透过看得见的空间 将看不见的紫禁城穿越时空 艺术美学要看 我在故宫修文物 卢浮宫珍宝 还有此话怎讲 点击里的中国 想要提高孩子的艺术修养就看 中国唱诗班 人文艺术类要看 设计 如果国宝会说话 同样科学类的还有 像乌鸦一样思考 二十四节气生活 想要培养高情商的孩子 就去看猫咪物语完美星球 如果你非要我推荐 最值得观看的一部 那就是陪伴孩子一起 帮助他们找到热爱 帮助他们来回来 幸好 streng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